一天跑5个shopping我不是开玩笑 我觉得Piwami 今年的真的很好拍 我是用230块买到的 总共29样东西 法国过圣诞的feel 啊 努力啊 嗨 我是个恩 给大家看看我们现在的车后左右几乱 哇 Oh my god 极多衣服 Hambalang都是我的淘宝 为什么我买这样的 原因哦 就是我决定双十二不要烦 直接从Crisis买到华人新年去 一次过把Hambalang买回家 那这边后面这边一共有 6套Christmas装 3套旗袍 然后加上Bag啊 鞋子啊 一些Accessory 总共29样东西 你们信不信这边我是用230块买到的 真的是230 你们要信我 OK 我现在差不多要到了 等下我就直接开箱给你们看 然后影片的最后 我会直接告诉你们 怎样用230买到这样多这样东西 还有我的Promo Code 所以记得看到最后 So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Sunnet Pyramid 看我大包小包的 这是我们历经千辛万苦哦 才扛上来的 那为什么今天会来这边呢 首先这是一只很临时的 淘宝开箱影片 临时到我懒得会去studio拍 其实就是我要凑热闹 因为我已经知道KL了 现在很多shopping mall 已经开始有圣诞feel了 这样我今天就整理了 5间KL最美的 最有Christmas feel的一个shopping mall 去配合我的淘宝新衣服 去拍这个照片 应该会很好看 OK 所以我现在直接去私传 然后就顺便教你们奖牌出很有feel的圣诞招 Let's go 换好了我的第一套衣服 其实我这一套衣服就是特地配合上位Pyrami 这次他们做Alice in Wonderland feel 所以我就穿了一个比较蓝色调 有点科幻感觉的 我觉得圣诞节一定要穿毛绒 然后配一个小短裙 然后一个比较高筒的鞋子 就很有feel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拍照了 各位这边真的很好拍 很美很美 哇 确确你们要把自己装成仙子来这边拍就对了 真的 尤其是这个角落 我觉得Pyrami今年的真的很好拍 诶 它太多东西了 然后全部密密麻麻 感觉整个画面就很丰富 OK 下一半也是一个罗难公主 流浪街头很可怜的在街边 哀怨的眼神 OK 我们现在准备去下一个Mod 换衣服 这边的感觉就是哦 如果你圣诞节没有出国的话 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法国过圣诞的feel 这边的感觉就是哦 OK 今天我搭配了一个法式风情feel 然后你看啊 这个衣服哦 是故意选那种麻花麻花的 而且它的布哦 布会太厚耶 所以在美国还是可以穿 布会说太热 然后其实我最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ribbon的位置 因为这边哦 点缀一点小可爱的感觉 裙子它是那种包囤裙的 所以如果你是离心身材的话 会穿的比我好看一点啊 然后再搭配一个花家帽 还有一个珍珠项链 就是比较 嗯 贵妇style 再配一个格纹包包 整个look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等一下 就在后面这个位置 装法国贵妇 这个好像可以拿诶 应该不会给人家骂吧 法式风情的诀窍 就是很自然的走 不要看镜头 我觉得Salei Mode Décor 没有Pyramid的这样漂亮 它只有两三面墙 但是它都是很Photogenic 很粗片的 你看 我还不是在法国 OK Starlane拍完了啦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拍 我们赶紧去下一家 OK 现在我们来到了 Mid Valley 啊不是 这边是Gardens Mall来的 这边走的风格 完完全就是豪华圣诞 很龟石豪华 而且是有宫廷风那种 所以你看我穿了这一身 简直是贵妇 诶不要拍鞋子啦 不要拍鞋子 鞋子没有搭配好 OK 这一套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形容啦 它就是一个一字肩 然后也是棉布形的 九红色鱼尾长裙 很直接的 所以穿这一套衣服的搭配的要点 就是一定要高贵 头发你要把它盘起来 不是披头散发的样子 然后再配合这个复古宫廷 绝 有圣诞feel吗这边 没有 但是很有女王feel嘛 OK 这边还是可以拍的 我们还是要高潮 给光照到刚好有一个光 真的很龟妇 没有圣诞节feel 但是非常龟妇 宫廷到你看 啊 很绿绿啊 完美 但是圣诞修 忍一站过去 是不是 你收皮啊 对不起 有圣诞老人 不好意思要合照 算了啦 刚才站在另外一边 还有 很漂亮的Dior pop out 看我穿了 准备好了一个很潮的 配合一下Dior的感觉 这边是白色圣诞feel 其实这套衣服呢 简单来讲就三个字 Y2K 千禧年代的感觉 然后我特地配合一个 复古的耳机 这个真的是可以听的啊 然后还有这种 穿动穿动的衣服 就是2000年代 大家很喜欢穿的类型 然后里面有一个top 然后还有配一个裙子这样子 再配一个高筒鞋 这是一个最适的shopping mall 来了Gardens 我们没有留步去买meat belly的 走 OK 我现在这一套呢 就是圣诞节必备 就是卫衣 圣诞节就很想要穿那种 暖乎乎的感觉的 全白色 然后配一个小短裙 重点在这边 是我的腿套 今年很流行腿套各位 所以大家一定要配一个腿套 然后还有头上的这个 因为身上没有红色元素嘛 所以圣诞节我们就配一个红色的头饰 还有这个 也是淘宝淘回来的 会亮的 诶 这边是童话故事村 也是 有小屋子 然后有椰子 诶 这个 漂亮 这边可以拍吗 这边很美 可是 都可以上去 它拉了 可是里面很漂亮 这边有小朋友可以上去了 什么 我那边讲是小朋友在这里 一站我们来到了 Pavilion 也是每一年 被公认为全KL最漂亮 最有Christmas view的一个shopping mall 美妈今天 今天是Chanel战术了 有一个冬菇头 啊不是 它是降落伞来的 降落伞 我们从早上拍到晚上 天都黑了 一天跑五个shopping mall 不是开玩笑 OK 最后一套 最有圣诞 feel的 正红色套装 有手套 有衣服 高领的 还有 我配了一个白色的裤裙 还有一个袜子 这才是最大的重点 我戴一个很cute的帽子来 主要是今年大家都很流行腿套啊 手套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就尽量选了这种有分洁的 反正今天就很流行 然后其实重点是我帽子啦 这个有一种那种飞行帽的感觉 然后一格一格 我觉得就算你出国啊 或者是可能拍照用都很适合 这边七点就会有亮灯仪式 但是晚上很难拍 我们还是进去里面拍 它三楼还有一个 OK 现在我们看里面 它出来外面呢 其实里面也有了 里面也是很漂亮下 好了 圣诞衣服我们已经吃完了啦 接下来我还有三件旗袍 里面有可爱的啦 有比较休闲的啦 也有比较性感小野猫一点的 比较拍照用的 这样我就去快速试给你们看 我们就不去别的地方了啦 是啦 我就出来给大家看衣服就好了 Let's go let's go 这间完全就是传统跟时尚二合一 它上半部哦 就这种很传统的那种中国节 然后下半部就是蓬蓬裙 就是对于那种想要穿传统 但是又不想要太传统的姐妹们 非常适合你 可爱哦这个 诶 这个我觉得很适合 可能初二穿这样子 因为厨艺要穿红色嘛 这样初二我们就可以穿这一件 而且是超舒服的布料 它上面这边摸上去的是那种 3D凸起来的佛雕 它里面有一层网纱 然后有那一层 最后一件 这是一件非常权威的旗袍 上半身罢了 裙子是我自己去搭配的 这样OK吗 我觉得是挺休闲风的 就是日常就算可能不是过年 大家都可以穿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后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落背哦 然后你要小心哦 这个ribbon不要被拉掉哦 一拉掉就没有了哦 但是前面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它的布料哦 是很冰凉冰凉的那种滑布料来的 其实这件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日常都可以穿的那种感觉 只是后面可能大多被带的 如果担心的话 可能可以披个外套这样子啦 试装完毕 今天我们走了5节目 睡了9套衣服 帮忙一些accessories 从早试到晚 真的很累 以后我们不要拍这样的开箱影片了 是不是你推荐啊 OK 最重要的现在我就来教你们 怎样用230块 可以买到29件东西 就是淘宝的0%利息分期付款 是新的供拿来的 可能还很少人知道 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要像我家买这么多 买了1300块 你都可以不用一次过拿一大笔钱出来 用淘宝的信用卡分期付款哦 最多是可以分12个月 当然你也可以选6个月或者是3个月 我自己的话我是选了6个月 就是说我每个月只需要给230 我就可以买到这么多衣服了 这功能非常适合月光族 而且你只要买上150块 你就可以分期付了 但是目前呢 只支持CIMB Bank Public Bank 还有Hong Leong Bank的Credit卡罢了 我是觉得这个功能真的很赞啊 比如说你今天你要买电器啊 买夹子啊 或者是双手一大堆衣服买 你可以一试过买 但是钱慢慢给你就不会这样伤了 那我们讲分期付呢 首先你进去淘宝 选选选你要的衣服 Check out的时候 有一个分期付款的button你按下去 这时候你绑定你的Credit卡 然后选你要分几个期 就这样简单了啦 这个好东西快点tip你的朋友给他知道 赌12姐姐呢还可以抢最多 222的分期付款 Discount还有分期付 免高达2.5%的手续费 还有Lucky Joe呢 可以赢到Apple World Series 8 Team 然后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很省钱的淘宝方法 就是这个 每两件空运16元 看到吗 这行橙色的字 只要你看到你想买东西有这行字 或者是这个送货的部分 显示两件16元的 就代表买两件空运运费只要16元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衣服有这行字 OK我们买 然后这个裤子也是有我们买 在Check out的时候那个空运运费哦 就直接变成16元 你看到吗 送到你马来西亚的家 而且是16元换算过来马币就是10块钱包 平时我们买一件衣服就已经要17元了 哈喽 1kg是要33元的 现在16元两件 你还不买面无语 所以大家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意橙色的这个字 很省钱 但是记得地址一定要放马来西亚地址啦 最后的最后就是我的淘宝Promo 课时间各位 KTP1212满450元就可以扣45元 哪去不屑 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次的双十二呢 11月8号哦 大家就开始可以讲各种毛球啦 做啊我了啦 或是把你想要的东西放进购物车 然后12月10日8点准时清空购物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吧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买到爽歪歪 OK 拜拜